有关台北市议员所称 筹建海巡远洋巡路船计划议 舰队分属说明如下 海巡署为落实全球海洋治理 善尽一月管理责任 原报警行政院核定 筹建海巡远洋巡路船发展计划 办理新造远洋巡路船六艘 有关本计划专案管理案的招标作业 于去年3月11日 由台湾美利坚国会有限公司得标 依政府才后法 进行本计划之公开招标作业 预计于4月7号进行开标几评作业 本汉符合GPA协定公告 致使军产国际表办 为由指称总统变革仪式 令本属巡路船 武器配置不同于巡防舰 程造船长仅负责预留武器配置位置 有关参数均有保密措施 与程造船长无关 爆料指出 吴副船长担任平稳 却与特定厂商接触胜密之指控 经常目前并无厂商依采购法提出回避事由 为求慎重海巡署已指示政风单位专案调查 秉持物往物重绝不顾短原则 严正处理 严守公务员连接品操 本汉署针对国舰国造重大采购专案 均依相关法规办理招标作业 从未发生违法违纪形式 超高的指示 寻马